秦慧芳今年64岁 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 每个月到手的退休金有6500人 秦慧芳的丈夫前几年因病去世 她们的独自碧永已经结婚 虽然秦慧芳没有和儿子 而习住在一起 但是她总是倾尽全力地帮衬的小两口 周末的时候 儿子碧永对秦慧芳打了电话 妈 我和你儿媳去旅游了 你去我们家照顾一下求求吧 求求是周慧芳的儿媳 闻得养的一条宠物猫 因为营养过剩 这只小白猫长得像一个圆球一样 因此得了此名 秦慧芳对儿子说 我的老朋友约我去海南度假 我们已经跟随旅行团出发了 现在在大巴车上 你家里的事情自己回去料理 秦慧芳说完 还给儿子发了一张 自己和朋友在车上的视频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 碧永一下哑然了 拿着电话 有些照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心想 自己的母亲自从退休后 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门旅游 这次是奶灯进不对了 他的老婆文文 也停下了拍风景视频的动作 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碧永问 怎么回事 我听到你说谁去旅游了 我妈还是你妈 碧永不高兴地吼道 是我的老妈 你的婆婆 文文顿时紧张起来 哎呀 徒步怎么可以不打招呼 就去旅游了 我们家球球还一个人在屋里呢 贪货了怎么办 你赶快让婆婆不要走 等我们回去再说啊 碧永没好气地说 我妈已经在大巴车上了 要阻止她 哪里还来得及 我们赶快准得回去吧 不然球球真饿了 会弄得天下大乱啊 碧永和文文赶快收拾行李 也顾不得他们才出来一天 还没能玩得尽兴 就匆匆往家里赶了 因为碧永和文文都知道 球球是一个让人烦恼的小碰墩 他只要一顿没吃到猫粮 就会在家里知道货事 把屋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夫妻俩赶回家中的时候 已是第二天的早上 文文一进家门 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只见满屋一片狼藉 茶几上的花瓶 沙发的靠背 只要球球搬得动的东西 几乎都被她推到了地板上 文文跑进房间 发现她放在梳妆台上的化妆品 也被球球洒得满地都是 那些精华油 营养水 乳啊 都是文文买的高档货呀 平时文文自己擦脸 都舍不得多用一点 现在就被球球全糟蹋了 这个气得文文一腔木火 忍不住就操起了一个衣架子 追着球球满屋子跑 球球也善不罢休 她可能在想 好啊 你们自顾自去旅游 却把我关在屋里 连猫粮都没给我准备 让我握肚子 现在还想来揍我 我跟你们没娃 所以球球在被文文一阵追赶后 竟然主动反击 在文文的手背上 就忙得抓了一把 文文痛得大叫 地勇一看妻子的手背 已经冒出血珠 当下也紧张了 连忙将文文送到了医院 去打疫苗 远文人从医院回到家 早已是疲累不堪 文文等来就生气 现在又饿得不行 躺在床上一直怨声载道 毕永没有办法 平时都是老妈 来帮他们做饭吃 她也没有进过厨房 不会做饭 只好帮文文泡了一碗泡面 文文一看到是泡面 顿时哭丧着脸说 毕永 我现在是伤员 你竟然给我吃泡面 毕永摊摊手说 不吃泡面 那就只能点外卖了 文文委屈地说 我现在手上有伤 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不能吃外卖 仰慕人你一言 我一句地逗着嘴 这一来二去 都累倒在了床上 才停止了争吵 求求那个惹祸精 此时也不知道溜去了哪里 在后面的一个星期 文文因为手上有伤 一点家务都不愿意做 而毕永更是从来不会收拾屋子 家里面的垃圾桶早就堆满了外卖盒子 洗衣机里的衣服也堆成了衫 以前这些事情根本不用小两口操心 都是秦桧方三担两头过来 帮忙清扫屋子 将小两口的衣服洗干净 还放在衣柜里叠好 家里每天的伙食 也都是秦桧方帮他们弄好 放到冰箱里 想吃的时候 他们用微波炉打热便行了 可是如今秦桧方旅游还没回来 小两口的日子就顾不下去了 文文就催碧永赶快打电话 让秦桧方早一点回来 秦桧方在电话里说 他们还要去澳门玩 暂时不回来 碧永和文文一听 心态几乎要崩溃了 两个人上班的时候 还能吃公司的伙食团 可是晚上回到家 就只能点外卖吃 球球的猫屋变得臭不可闻 文文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清理 这以前都是瀑布做的事 瀑布抱怨过许多回 你们养什么猫啊 自己都没精力收拾 还能管好猫吗 不要养啊 文文总是反驳瀑布说 球球是最爱干净的猫 它那么怪 怎么会弄脏屋子呢 现在文文才明白 以前都是因为 瀑布在收拾猫屋 屋子里才能保持清新 现在瀑布不来帮忙 小两口在房间里 都能闻到猫尸上的臭味 文文没办法 只好忍痛割爱 将球球送了人 不然 不仅必有牢骚不断 连她自己都没法忍受 球球一身臭哄哄的 还溜到她怀里乱窜 这样好不容易 熬了半个多月 文文看到瀑布发的朋友圈 她终于旅游回来了 文文连忙让碧勇打电话 问婆婆什么时候过来 帮她们准备吃的 婆婆只是笑着硬唱 却没有说具体的时间 这样又过了两天 到了周末 碧勇和文文手上提了件牛奶 一起奔赴她们母亲的老屋 文文看到旅游回来的婆婆 红光满面 精神特别的好 不觉酸溜溜地说 妈 你下次出门 把我和你儿子也待上吧 秦惠芳打赖了儿子和儿媳 无奈地说 我难得出门几天 你们俩这像没奶吃的娃 怎么都饿瘦了一圈啊 秦惠芳那天做了七八坛菜 把碧勇和文文 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她们可是吃了大半个月的 方便面和外卖 此时当然要好好饱菜一顿了 秦惠芳看儿子和儿媳 把桌上的菜盘子都要舔干净了 不觉她的口气 说你们俩的小兔崽子也长大 以后还要生孩子 养孩子 这哪里像没人爹娘的样子呀 文文说 妈 我们不是还有你吗 明天你就搬到我们那边去住吧 大家一起吃饭 也热闹许多 秦惠芳擦擦眼眶 就揉出了一滴泪来 对儿子和儿媳说 以后你们可不能再依靠妈了 要学会独立 老妈生了病 医生要我调理自己的身体和心态 多数去走走 所以妈以后不会再给你们做免费保姆了 毕永和门门同时出声 妈 你生了什么病 秦惠芳苦笑着 从客厅边上的书架里 拿出一份诊断书来 毕永抢在手里一看 才知道母亲居然患了中度抑郁症 秦惠芳说 我这个病虽然没有危及生命 但医生让我也要引起重视 小勇 文文 你们也不想妈病物高慌吧 所以你们就得妈放放假 让老妈好好放松一下 调养身体 毕永和文文听着 都惭愧地低下了头 平时他们小两口 只顾着自己享受生活 刘慧芳几乎把他们宠成了生活低纳 现在她患了病 他们都不知道关心婆婆 还想着继续依赖她生活 他们小两口真是没良心啊 秦惠芳说 你们也不要担心嘛 现在你们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妈会配合医生的治疗 养好自己的身体 尽量不给您增加负担 毕永和文文安慰了母亲一回 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看着满屋的垃圾和家具上的灰尘 夫妻俩都叹了口气 以后刘慧芳要专心养病 再也不会过来帮他们收拾屋子 他们只能自己动手了 两个人你看到我 我看了你 然后一个人去拿毛巾擦桌子 另一个去收拾沙发上乱七八糟的衣物 两个人忙好一阵 才将屋子收拾得下压一点 文文擦着额头的汗珠 说 老公 我好饿 毕永无奈地拿起手机说 我给你点卖卖吧 文文想了想 没脾气地说 算了吧 不要点外卖了 至于月婆婆没有给我们生活补贴 我们天天点外卖 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 马上又要还房子的按揭 只能省点用了 我去煮面吧 吃过面条 两门人躺在床上聊天 文文说 以后我们再也靠步了婆婆帮衬 只能自己勤快一点才行 毕永叹道 是啊 以前我们太依赖我妈了 如果我妈有什么事 我真的想得都敢想 文文对丈夫说 以后我会学着做饭 炒菜 收拾家务 我们不能再像长得大的孩子 让婆婆再替我们操心 她年龄大了 我们做小辈的 也该反过来关心她了 从那以后 毕永和文文就像换来的人一样 下班后 毕永就帮了收拾屋子 而文文则在厨房里 拿着手机在网上去炒菜 没多久 毕永就锻炼成了 做家务的小能手 文文炒出来的菜 也像不像样了 夫妻俩没有秦惠芳的帮忙 也把小日子过得越来越舒适了 以前毕永和文文 每个月有母亲的资助 就经常旅游和购物 一年到头也没存下一分钱 每个月还要为还房贷发愁 其实他们两口子都是互联网从业者 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低 可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觉得重贷压身 所以一直存不下钱 如今 毕永知道母亲治病要花钱 也只能和文文缩一节时 不再给母亲增加压力 小两口改掉了以往那花钱的毛病 每个月都先做好预算 将按揭款和生活费流出来后 多余的钱就都存在了卡里 没几个月 他们俩竟然存下了五万块钱 虽然钱不多 可这是夫妻俩工作了几年 都未曾存下了巨款啊 他们的生活上了轨道后 文文不久就怀上孩子 在孩子快降生的时候 小两口打电话给秦惠芳 让她来帮忙照看门门的月子 但秦惠芳在电话里说 她此时又去了大理旅游 文文对婆婆撒娇道 妈 你怎么又出去了 现在 你老可比我们还喜欢妈啊 快回来带你的小孙孙哦 秦惠芳说 你们自己带娃吧 找一个月嫂就行了 妈在外面 不能及时赶回来 你们已经是成人了 自己的事情 应该学会自己安排 妈这样做 也是为你们好 如果妈有一天不在了 你们也还是一切都要靠自己 文文有些生气 哪有儿媳妇坐月子 婆婆在外面旅游 都不回来照顾一下的 帝永只好安慰妻子说 我妈的病还没有好 我们就不要勉强她了 让她在外面玩得开心 病也好得快些 我去请月嫂就行了 文文没办法 在生孩子的时候 只能让月嫂来照顾自己 她现在对婆婆 还是有些意见的 婆婆不过就是 有些抑郁症 又不是手不能动 脚不能走 为啥这么矫情 对儿子家的是 一概不管的呢 出了月子后 文文没有婆婆 帮忙带孩子 她只能辞了工 自己亲自在家带女儿 幸好她还能在网上 做一些兼职工作 每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没有拉病的后腿 秦惠芳好像一直在外面旅居 她还在云南租了一个小房子 在那边一两年 都没有回来过 毕永和文文 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 三口之家一起去云南旅游 也顺便去探秦惠芳 这么久以来 毕永和文文 只是通过电话 视频和秦惠芳见面 秦惠芳总是戴着一顶帽子 文老还曾调侃普普说 妈 你越来越扬太了 可是这一次见面 夫妻俩才发现 秦惠芳的脸色苍白 人比以前瘦了很多 当他头上的帽子滑落时 文文看到婆婆的头发 细细绿绿的 和以前大不相同 毕永和文文忍不住问 妈 你的身体怎样 你怎会变得这么瘦呀 秦惠芳搂摟着胖胖的小孙女 她的儿子儿习都懂事 成熟了许多 心里颇感欣慰 她说 小勇 文墨呀 妈看到你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 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原来 秦惠芳在三年前 曾经去过医院体检 她竟然查出了 身体里有癌细胞 当时 毕永和文文这对年轻夫妇 都不省事 让秦惠芳担心不已 她将养个孩子 养成了巨型婴儿 如果她走了 毕永和文文能自立吗 为了毕儿子和儿媳成长 让他们学会经营自己的小家庭 秦惠芳便拿着一张假的身体检查报告 说自己患了抑郁症 从此只管好自己的身体 不再顾问儿子儿媳的家务史 从那以后 她也一步步看到 儿子和儿媳一天天懂事起来 他们学会了做饭 学会了存钱 还顺利生下他们的宝宝 秦惠芳远远地关注着 他们一家人的成长 欣慰不已 但是 秦惠芳自己的身体 却一天天变差 她不想让儿子儿媳为她忧心 就离开了老家 一直旅居在外面治病 不停地放疗 化疗 所以 她的精神看起来非常憔悴 当毕永和文文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都流泪了 他们一口同声地对秦惠芳说 妈 你都能回去住吧 我们一起 陪着你战胜病痛 曾经你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 现在该换着儿子 儿媳来照顾你 为你养老了 最终 碧永和文文带着母亲 回到他们的老家 在那以后 夫妻俩经常陪母亲去医院 诊治病情 亦有时间 也陪着母亲四处散心 秦惠芳的身体 也康复得不错 眼色越来越红润 以后的日子 他们一家 不管面对怎样的困扰 也会相互理解 相互依靠了 秦惠芳为儿子儿媳 付出过很多 如今 她的儿子 儿媳 还有她的孙女 会一直陪护在她身边 让她度过温暖的晚年生活 你养我想 我养你了 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生活 那么请多回家 去看望一下他们吧 不要等到 子余养儿亲不在的时候 再留下一生里遗憾 大家说是吧 你沙子 我养你了